滿橋單人百在二十九號下午 突然公布要提早閉店 僅驗到傍晚六點 原因就是因為在四樓有櫃姐確診 原本的公告只停業一個晚上 三十號正常上工 但早上十點內部才突然說 多休息一天 員工都到了很錯愕 北部家派清消隊在周圍加強消毒 因為四樓有服飾店櫃姐 身體不適 主動去採檢 六月二十九號PCR 結果養性 衛生局一追才發現 原來她的婆婆是 淮南市場攤商也染疫 可能就是感染源頭 但上週末何多民眾自行解封 大圓百逛街人愁多 就怕聚集有破口 衛生局疫調 該名員工只有二十四號 二十五號上班 二十六號周六開始 沒到班 然後百貨還是就是有人潮的 而且我們上週末有做 就是 第一萬好像也是有做活動 其他貴姐心裡也怕 尤其資訊不透明 上班心更慌 百貨對於相關消息 只說交給衛生局回應 目前針對全館員工安排快篩 為了給消費者安心購物的環境 我們也會將我們本館的 全部的同仁進行快篩一次 因為其實業績也不是很好 所以廠商之間的那個同仁上班的情況 也不會像之前業績好的時候那麼多 貴姐和婆婆雙確診 新北市衛生局 匡列其他五名家人 也會擴大疫調範圍 跟他有所接觸的職場的同仁 目前快篩都是陰性 我們也不斷在擴大的篩檢當中 百貨為期三天 全館清銷 想確保環境員工安全 但閉門作業相關資訊口風景 恐怕也讓內部人員有不同聲音 TVB新聞 中文黃靜穎 新北市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 等你喔